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BP评科技,我是BPW 在我上上支影片才刚介绍完M3 iPad Air 是否能取代电脑之后呢 那过没多久,iPadOS 26 它的更新马上就实现我那支影片的所有愿望了 所以真的是太巧了 那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呢 我就要来告诉大家 这一次iPadOS 26 它在视窗、档案以及影音上面的三大更新 那这三大更新分别会对应到四大使用情境 分别是电脑使用情境 文书使用情境 视讯访谈情境 以及剪辑的使用情境 所以如果你是符合这四种类型的人的话 非常推荐你看这部影片 那如果你是iPad初学者的话 影片当中也会有非常多的手势基础教学 所以我们就马上开始来介绍吧 首先第一个我们讲到这一次最大的更新 就是视窗更新 它算是iPad有史以来最接近电脑的一次更新 而且这次只要是在iPad第八代之后 全部都可以支援这些更新的内容 那在视窗更新的部分 我们就要来对应到第一个使用情境 就是电脑的使用情境 好首先第一个电脑模式的更新呢 我们就要来讲到 这一次终于推出的XX的视窗 所以就跟Mapbo一模一样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把App收到最小 然后我们同样的也可以再点击 然后把它放到最大 那或是说我们用右下角的地方去任意调整它的尺寸比例 那甚至是拖移视窗 那可以现在直接可以把它拖到最边边 对你不管要放在哪一个位置 它现在都是可以任意的调整 不像是以前是固定的 我们现在只需要把放大按钮的这个地方 停留一阵子之后 这边就可以出现移动调整大小跟填充排列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用跟Mapbo一样 更客制化的方式来排列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三个视窗并列 那假设说我们现在要再多加入一个视窗 那我们就再点击一下 好那点击下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再选择四公格的排列 我们就找到放大这个地方 然后停留一阵子 要记得停留一阵子它才会出现 假设用手指头号我们就先点一下 然后放大这边我们就先长按一下 那它也会出现 那我们就点击这边 四公格的排列 对所以现在就可以完全这样子客制化的去做调整 好那讲到视窗功能它可以有什么应用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把档案的东西 以及照片的东西放到我们Notion 你看我们这样子就可以使用这些并列的方式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 透过拖移的方式 然后把它加到我们的Notion里面 透过拖移的方式把档案加进去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一次移动多个档案到我们的Notion当中 我们就不用像以前一样 我们可能要一个一个萤幕分割 或是一个一个放进去 我们就可以把它全部整合在这个视窗当中 好那这个功能算是很基础 那接着第二个来告诉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就是快速按两下我们就可以去进入全萤幕 或是离开全萤幕 所以大家看一下我的手指 我们只需要这样子点击视窗两下 它就进入全萤幕 那再点击两下 它又缩回小的视窗 那其他视窗也是一样 比如说我们用触控板点击 你看点击之后它就放到最大 那我觉得它的应用就是 因为iPad的萤幕大小其实已经很有限了嘛 像我的大小就是10.9寸或是11寸 对除非你是使用13寸的人 我觉得大小可能会比较适中 所以我自己平常办公还是会习惯使用全萤幕 所以这样子呢你就可以很快速去转移说 哦我现在要全萤幕使用 或是我现在要去拖移档案 所以我现在就要分开到这个不同的页面 我就不需要用这么小的视窗 然后再这样子进行打字 好接着呢我们来讲到多工处理 以及回到主画面 这边要分成两个情况来跟大家说 第一个情况的话就是我们在全萤幕的模式之下 全萤幕模式之下的话就跟我们平常使用iPad是差不多的 你看我们回到主画面就是回到主画面 那我们多工处理 它也是这种单一视窗的多工处理 所以看起来基本上就一模一样对不对 但是这时候第二个情况来了 这是全新的更新 假设说我们现在在这种多画面视窗当中 那你看我们现在回到主画面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看它实际上是没有真正回到主画面 它只是把视窗摆到两边 所以这时候呢你就可以把中间的主画面的东西摆进去 比如说我们点击无边际 那你看我们点击进来之后 它就会被摆放到我们刚刚的这一些视窗当中 对那我们从下方的Bar也可以去摆放 比如说我们把ChatGPT丢进来 那你看这个视窗现在总共就有六个画面了 那在这种多视窗的情况之下 我们的多工处理会长怎样呢 那我们试一次给大家看 我们刚刚是短滑对不对 那我们这次滑久一点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时候多工处理的画面 它就会长成这样子 然后我们是没有办法这样子轻易滑到左右的 所以它就是它独特的这个新的多工处理 那这时候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决定说 我们现在这个分页当中有哪些地方要删掉 比如说我现在不要无边际了 不要ChatGPT 我们就可以快速的去把它进行删除的动作 那除了刚刚全萤幕或是多萤幕的方式来触发 我们把视窗放到两边 以及多工处理的画面之外 我们也可以透过短滑跟长滑 比如说你看我们短滑之后 它视窗就会放到两边 那我们长滑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 我们长滑的时候 它就会变成多工处理的方式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所有页面都取消合并呢 比如说我现在觉得这四个页面真的太乱了 我们刚触发这个两边视窗之后 那我们再滑动一次回到主画面 你看 这样子所有视窗就消失了 那接着你看 它这些所有页面它都已经成功去切开了 它就不会全部合并在一起 好那接着第四个电脑模式的应用的话 我们就来讲到这一次全新的MenuBar 所以我们现在左上角是通知中心嘛 然后右上角是控制中心 那我们现在从中间往下滑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的MenuBar在这边 那MenuBar的话 它就是可以看到App它的名称 然后我们只要放在这边停留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看到这一些 所以它现在有App名称 档案编辑 然后格式 显示方式 视窗辅助说明等等 所以我觉得它最方便的这个功能就是 我们现在可以在这边 快速的去跳到我们App的设定 我们就可以直接这样子点击 我们就可以马上跳到这些App的细节设定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以前还需要到设定当中 然后去找到我们所有的App 然后这样子一个一个去往下滑 然后去找到我们的App在哪里 对那现在的话 我们有透过这一个MenuBar的功能 那其实让我们快速了很多 那第二个更新的话 我们来讲到档案的更新 那现在在iPad整理档案 或是签署文件 或是拖移档案都变得更加的方便 那它所对应到的使用情境是文书的使用情境 好那接着呢 我们把平板躺下了 那文书情境的第一个更新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档案App 所以大家有看到吗 我们现在这一些资料夹 那我们现在可以对它进一步的去做设定 那以前它是固定颜色的嘛 那大家有发现这个颜色 它其实是对应到我的主画面啦 对就是我是有客制化去调整 我这个主画面的这个毛玻璃 大家可以看iOS更新的影片 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编辑我们这一些不同的资料夹 我们现在只要这样子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就可以自定资料夹的标签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把它更换一个颜色 比如说我们把它换成绿色跟工作有关的 然后我们这边可以自己去加上我们的icon 然后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去设定它 对那比如说这个讲座客的地方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设定成讲座客的样式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设定一个不同的颜色 对那这些颜色大家都是可以另外一个人命名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我们这样的档案就可以更好的去辨认它 好那接下来第二个关于文书处理的情境的新功能的话 我们就要来讲到档案的部分 那现在呢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的档案的资料夹 然后拖移到下方的Bar当中 那我们拖移下去之后呢 你看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些所有档案的历史记录有什么 那这个对你特定工作上面真的非常有帮助 假设说我现在要进行一份简报的制作好了 那你看我们平常简报制作 我们是不是要从档案当中去找到我们的图片啊 或是从某个地方去找到 那我们可能就需要透过荧幕分隔的方式 或是我们要这样子然后去移动我们的档案 对但是大家现在就变得非常方便 我们现在就只需要去打开我们的Dock 然后我们这样子点击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有个东西需要汇入的话 那我们就只需要这样子拖移过去 然后就可以直接新增到我们的简报里面了 所以我们这样子其实是可以更快速去找到 或是整理我们的档案 简报的工作情境就会对应到这个资料夹 那我在寄信的情境又会对应到另一个资料夹 那我就可以这样子去管理它 那接着文书情境的第三个更新呢 就是苹果终于把iPad新增了跟Mapbook一样的预览程式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去搜寻预览程式 对那预览程式的话 相信有用过Mapbook的人应该不陌生啦 就是我们这些文件都可以透过预览程式来管理 那它最大的好处就是 比如说我们拿来签署文件的话真的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击一张图 好那假设说我要签署文件 对那这时候我可以顺便把这个保护课 直接这样子拆开 我们就变成直书的使用 然后我就可以快速点击笔刷这边 然后假设说我就在这边签署我的文件 签署我的名字 然后我就可以马上去分享 那比如说我可以直接分享到我的邮件当中 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回信给这个人 那接着第三个更新的话是影音上面的更新 现在不管是在收音访谈或是你要档案传输 它都有所进步 那这个更新它可以对应到两个使用情境 分别是视讯访谈情境以及剪辑的情境 那在视讯访谈情境的第一个更新的话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使用我们的AirPods 来录制Studio的声音 并且去控制暂停跟开始录音 我们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AirPods当麦克风了 所以我们现在只要打开语音备忘录 那我们现在在这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控制项目 那控制项目这边呢我们就可以去看到我们输入的音源跟输出的音源 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去调整 比如说我们可以去调整成我们AirPods Pro 或者大家可以看我的画面就是 假设我现在外接的麦克风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在这边进行控制 那我们可以去控制说那我们的收音的效果要怎么样 要自动啊标准语音隔离 对其实全部都是可以去做到的 那我们可以直接透过AirPods来控制我们录音要暂停还是继续录音 对所以基本上AirPods它就已经可以变成一个麦克风了 然后它现在也支援了全新的Local Capture的功能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把我们刚刚录完的音档 它直接转成档案的格式 那非常适合我做线上访谈 那我在做线上访谈的情境的话 我通常就会把我的保护壳变成这样子 那这个Magnetic Flip的这个保护壳 它就可以直接把手机跟平板 平板可以直立的吸起来 然后手机可以放在旁边做参照 所以比如说我这边就可以 把手机当成视讯镜头或是我要看讲稿 那我右半面的话就可以继续进行我的工作 所以当成左右参照的一个萤幕也是非常好使用的 那接着在剪片情境的部分呢 我们就来讲到全新的功能 叫做Background Task 所以比如说我现在在汇出影片的时候 那我现在可以同时在背景做其他事情 那影片它还是可以继续照常的汇出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汇出这个影片 对那我们现在在汇出过程当中呢 那你看我现在就点GPT或是我做其他事情 那我们再回来这边看 就是影片它还是可以继续照常的进行输出 那即使说我现在把它这样子收到最小 好然后我们再把它点开来看 那你看它还是有在进行它继续输出的动作 所以就是它的全新的更新内容 那影片最后就要来告诉大家 如果你想要实现iPad办公 那你需要哪些配件呢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我非常推荐 这一个就是EIP所推出的Magnetic Flip 那大家刚刚在前面的全部影片都可以看到 因为它支援了0到135度的角度调整 所以你看我不管是做笔记看影片 甚至是直立使用的时候 我也可以无断式的去调整我的iPad 然后它还支援了双萤幕的使用模式啊 或是把它拆开来使用 所以其实让我的iPad它的使用情境 真的可以发挥到最大 那再来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我的配件 就是我会搭配Smart Keyboard跟巧控板 对这样子可以让我更便利的分离式的使用我的iPad 那再来的话我就非常推荐我身旁这个 就是EIP他们所推出的小挂包 耳机、钥匙、行充、充电头、充电线、手机雨伞 我都全部放得进去 所以我不管是要休闲外出 我可以侧杯或是斜杯的使用它 那因为它有防泼水的面料跟防水拉链 所以下雨的话基本上是不用太担心的 所以就不用担心我的3C产品会在里面坏掉 那在办公情境的话就可以化身成公式包 就像我影片刚刚前面所提的 结合这一次iPadOS 26的更新 我只需要搭配键盘、触控盘 我就可以在各地的办公 所以现在只要有了这两个配件 对我来说在办公上面真的可以减低更多的门槛 现在就可以更方便的在各地成为自由工作者 好那以上就是关于今天iPadOS 26更新的介绍啦 那如果你对哪些使用情境觉得特别好奇 或是还有疑问的话 就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啦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大家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map更新的转ingen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要也不想把关于